炒茄子的时候别再直接下锅炒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详细的好方法 保证大家炒出来的茄子不发黑不变色不吸油 出锅就是一道下饭菜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首先把茄子地去掉 然后再把茄子切成4公分左右的小长段 接着再把茄子对半切开 一分为四切成小块 这样茄子比较容易熟 切好之后把茄子放入清水中 用清水浸泡可以防止茄子发黑 炒出来的颜色也更加好看 抓拌均匀之后先放一边浸泡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大蒜 先把蒜瓣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蒜末 将蒜末炒出来的茄子才会更香 更加的下饭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生姜可以去腥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再放入一把泡好水的干辣椒 这样炒出来不容易糊 然后用剪刀剪成小段 炒出来更加下饭 最后再准备一块肥瘦 相近的五花肉 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 然后再切成小条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更加的下饭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来把小葱 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这个时候茄子已经泡好水了 泡过水的茄子会发黄 这个时候就要把水分给它控干了 然后再往茄子中加入适量的食盐 不可以放太多以免过咸 再下手抓拌均匀 让茄子充分的裹上一层食盐 这样可以更好的腌出水分 放一边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之后再把茄子挤干水分 这样在炒茄子的时候就不容易吸油了 而且炒出来的颜色也更加好看 水分挤好之后先装入大碗中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在茄子的上面撒上一层淀粉 这也是茄子不吸油的关键 然后再把茄子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接下来锅里稍微多倒入一些食用油 先把油烧热 然后再把茄子放进来 先把茄子给它煎一下 再快速的把茄子翻炒均匀 煎茄子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 茄子只有在高温的情况下才不会变色 而且时间要短 把茄子煎熟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茄子控油盛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锅里留油把五花肉倒进来 然后再把五花肉的油汁给它炒出来 把五花肉炒至微焦 多余的油可以倒出来炒菜非常的香 接着再把姜蒜辣椒倒进来 然后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接着把茄子倒进来 再把茄子翻炒均匀 炒出肉香味 然后再进行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的鸡精 茄子已经用盐腌制过了 这边就不要加食盐了 不然的话会太咸 然后再把茄子翻炒入味 最后再把小葱加进来 增加茄子的香味 翻炒片刻就可以了 这样一锅香喷喷的炒茄子就做好了 然后再把茄子盛出来 装入盘中即可 茄子这样一炒真的非常的香 看着都要流口水 而且这样炒出来的茄子不发黑不变色 也不吸油 好看又好吃 做上这么一盘茄子保证三碗米饭不够吃 真的非常的美味 如果喜欢吃茄子的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味道真的是好极了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融化